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委的官说跟施压 那不断的放任这样的谣言指控 我觉得对我个人造成伤害并没有关系 但我担心的事情是 它造成民众对指挥中心的不信任 把整个指挥中心都扛出来垫背 但仔细看看范云办公室文件 哈塞4月1号开了一场 激素人员防疫健康管控措施协调会 召集交通部民航局卫福部及官署 跟桃园机师工会开协调会 提出机组员是否可以从本来的五加九 也就是居家检疫五天裁检阴性 再自主健康管理九天 改成三加十一三天居家检疫 加自主管理十一天 还压上日期要求指挥中心 最晚要在4月11号研拟结论 被控施压官员范云这几天 都被媒体追着跑 一度被问到直直乌乌 指挥中心依照您的意思来做的 这个是指挥中心 你要去问指挥中心了好不好 所以你的意见和指挥中心 结果是一样的吗 这样还算不错 我已经走错间了 在那边 方哥 撇清没关说 范云还一度紧张地走错会议室 但关键问题都叫大家去问指挥中心 台湾进入社区感染 网友怒抓战犯 轰范云是防疫诸队友 三立新闻林律哲 周宁开播报道